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例二 例二 这道题呢 设px的三次方加mx的方加nx加r 是x的一次式的完全立方式 求正3mr等于一个n的方 这个题呢 我觉得难度不是很大 你只要把题读懂了 这个题是可以进行操作的 现在说设这个东西是x的一次式的完全立方式 那就应该是一个什么什么玩的立方 对吧 里边那个东西你知道吗 不知道 所以要开始猜了 它是一个关于x的完全立方式 那我们就应该是一个什么x加几 是不是这样的 比如ax加b 我们可以假设它是一个ax加b的三次方 那下面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在我们刚才那道题里边 有没有发现那个x只能是个exex 那是因为我们的那个x的平方前面系数是1 这次我们x的三次方前面的这个系数 是不是个p啊 导致你就定不下来 这方到底是个几x 因此呢 不知道的东西一律带定系数 都猜一下就是ab 还记得下一步干什么 是不是就把这个式子给展开啊 这个式子展开怎么办呢 那又用到我们在前面那个乘法公式里边讲的这个完全立方的这个公式 来可以给大家简单回忆一下 a加b的三次方啊 我们当时讲过这个公式吧 它等于一个a的三次方 加上一个3a的平方b 加上一个3ab的平方 再加上一个b的三次方 对吧 我们当时说这个a降密排列 b升密排列 呃 系数呢是杨徽三角 1331 对吧 然后符号这一部分 因为是加法就全加 如果减法呢 就一加一减 一加一减 对吧 那我给你列在这了 你能不能把这个式子展开呢 可以了吧 它应该是等于一个 首先有一个a的三次方 在这是不是就是ax三次方 那应该是个a的三次方 x的三次方 加上3a的平方b 那就是3他的平方 对吧 那就是a方x方 然后再乘以一个b 就是b 所以是3a方bx的平方 加上一个3ab的平方 那就是ab方x 最后加b的三次方 照抄一遍 加b的三次方 我们就已经把它 对齐了 是吧 展开了吧 展开以后呢 就要跟我们上面这个式子 去对齐一下 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什么结论 你知道a的三次方 应该等于谁了吗 是不是应该等于p啊 对吧 这是a三次方x三次方 那是px三次方 它们的系数一定要对齐 所以a的三次方 等于一个p 3a的平方b 应该等于一个m 然后3ab的平方 应该等于一个n 最后呢 还有一个b的三次方 应该等于一个r 对吧 b的三次方应该等于一个r 那我们已经把这个都列出来了以后 题目要你求证 3mr等于一个n的平方 那就把这几个呢 带进去死算一下 马上就出来了 看一看啊 3mr应该等于 首先是不是得乘他呀 再乘一个他是吧 乘以他呢 就应该是9a的平方b 然后再乘一个b的三次方 是不是就是b的四次方 对吧 9a方b的四次方 就是3mr n的平方等于什么呢 这个玩的平方 是不是就是9a方b的四次方啊 哦 他也等于9a方b的四次方 所以3mr等于一个n方得证 是不是已经证完了 哦 又是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 这个带定系数法来处理的题 不知道这个一次是什么 就假设是ax加b 剩下来的是不是往里代入 对吧 那这个题稍微有点难度的呢 我担心同学们 这个公式没记下来 公式没记下来 你这个计算量就是大了 你得一个一个乘 对吧 你得ax加b乘以ax加b 再乘以ax加b 太慢 所以要记下来这些公式 那第一讲我就反复强调 公式一定要守 不然对做后边的很多题 都会有影响的 那么这道题 我觉得视频前 大部分同学肯定都听懂了 我就讲到这里 嗯